大家好,我是熊王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 今天做广式月饼 做两种馅料的 一种是蛋黄莲蓉馅的 另外一种是黑芝麻馅的 开始做饼皮 140克的蜂蜜 如果不喜欢蜂蜜的 就用转化糖浆 加入50克的花生油 也可以用蔬菜油 但是胡油的效果没有花生油的好 加入5克的碱水 用它的目的就是 上色会很漂亮 碱水也能使饼皮 变得非常的柔软 加入200克的中筋面粉 搅拌均匀 用手稍微的揉几下 盖上保鲜膜 室温松弛2个小时以上 咸蛋黄上 喷一点白酒 去腥味大火蒸 8分钟 蒸好之后 拿出来 放一旁 放凉 备用 莲蓉馅 我买的是这种现成的 咸蛋黄每个大约是10克左右 莲蓉加蛋黄加一起 重量是35克 用手把莲蓉馅压一下 把咸蛋黄包裹起来 用虎口向上慢慢推起 把口收紧,用手滚圆 咸蛋黄连绒馅馅 就包好了 一共做了8个咸蛋黄连绒馅 我又做了几个黑芝麻馅的 黑芝麻馅也是每个35克 包好之后 蘸一下淀粉 最好把这个面团搓长一点 这样便于压形 放入磨具中 轻轻压一下才起即可 这个是黑芝麻馅的 用手把饼皮延展开 包裹住黑芝麻馅 用虎口慢慢向上推起 把口收紧 用手滚圆 稍微的蘸一下淀粉 用手搓的稍微长一点 便于放入磨具中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花形 压定型之后 拿起即可 做好之后 上面稍微的喷一点水 喷水的目的是 让饼皮在高温的情况下 水分快速的挥发 饼皮变硬 花纹定型 这样可以防止饼皮开裂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400华氏度 也就是205摄氏度 烤5分钟 现在准备一个鸡蛋黄 加入一勺的水 搅拌均匀 因为一会要刷蛋液 5分钟之后 把月饼拿出来 把刷子在碗边 稍微的蹭一下 用刷子再凸起的部分 薄薄的刷一层蛋液 不要刷多了 否则一会烤的时候 就要变成大花脸了 放入烤箱 350华氏度 烤15分钟 拿出来之后 放在架子上 等月饼彻底冷却之后 常温放置回油 两三天就可以吃了 不要放在冰箱冷藏室 冰箱冷藏室是没办法回油的 这个是两天之后的 月饼的底部 饼皮已经变得柔软 刚烤好的月饼饼皮 比较硬比较干 回油几天之后 它的表皮和里面一样 变得非常的松软 整体颜色是一致的 做好的月饼 常温蜜蜜 保存一个星期 没有问题 自己做的月饼 真材实料 吃起来也放心 有连柔浓郁的清香 枣泥的香甜 外面松软的饼皮 还有淡淡的蜂蜜的香味 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 平平安安 团团圆圆 我是星王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